本节目由90玩具 Porto Store赞助播出 有玩PTCGO的线名 可以到Porto Store购买序号 输入代码SKYLINE 可以享5%折扣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天线 今天带来的是海外限定 主要介绍一些日版或国际版独有的卡片 让训练家看到国外卡表的同时 也能先登出这些卡片来 今天看到的是世界冠军Toshin 在2019京都CL所使用 并取得8强的月亮衣布 渐渐的这个单元会往以前考古 多讲讲一些历史上的经典卡片 看能不能激起训练家的构筑想法 那么在进入正题之前 还没订阅的帮忙订阅下吧 觉得天线影片做得很辛苦 想要斗念的也可以超级感谢 或加回忍支持 二属性HP114点的一阶进化宝可梦 招式复仇 一二可以使用 打基本30点 如果在上个对手的回合 自己的宝可梦因招式伤害而弃绝了 则增加90点伤害 也就是120点 看似技能普通 不过当时一部有着能量进化的版本 即使是刚下场的一部 也能藉由手贴基本二能量 直接从牌库进化它 一颗能量能即使打出120点伤害 这个伤害量在GX跟Tek Team的时代里 已经是一半的存在了 且同时达到压张牌库的功用 不管在前中期都是个相当及时的打手 大部分训练家的选择是将这组月亮一部 投入二到三组在花眼怪中 看对手的场面再决定要用花眼怪或月亮一部来输出 偷醒则跟其他训练家不同 有如横冰C楼部分选手研究出放逐概要卡班 偷醒不选择司空剑冠的花眼怪 而是搭配胡帕 没错就是特性与大奶怪相似的胡帕 这特性不会受到宝可梦GX的招式伤害与效果 在大赛时大部分选择较稳的宝可梦GX中投影而出 近立场的部分 二属性有被破坏殆尽的原野能够增伤 给胡帕能用两拳气绝卡扑叠叠GX 给月亮一部能突破暴击文 甚至加上讲究头戴能直接剃绝东东鼠GX 遇到UB闪天鸟等非规则的排行 也能压黑式来追降伤卡的进度 可说是一副尽可攻退可守的二属性套牌 也是相当喜欢花眼怪的我残念的一张卡片喔 好啦 今天的介绍你有觉得漏掉什么吗 欢迎留言大家讨论 喜欢影片的话可以帮我按赞拜托 新观众也记得订阅支持喔 影片结束 掰